大家好 这一节我们主要讲手机号码的应用 目前市面上手机号码有好几种方法 有用传统奇门换成数字的一种方法 流传最广的一种方式就是输入能量 天一无鬼等等之类的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是三角函数 各有千秋 包括我学习的周路省数 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看这个手机号码集胸 首先明确一点 我们改一个手机号码 不可以让我们立马的复语 有的命非常奇怪 我们想改一个手机号码的目的 或者想改一个人的名字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是我们的目的是想 我们的目的是想 改变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首先我们要知道 一个问题所在 你有八字所在 如果能改变的话 大家都改名字 大家都去改一个手机号码 我虽然是讲数字的 但是我不会夸大它 我三观在正 我知道它能量没那么强 要不然要我们的八字干什么 要我们的阳带风水阴带风水干什么 理解吗 我们是从八字的角度来说 我们从八字的角度 我们尽量去去疾避凶 我们做到这一点 尽量还是尽量啊 尽量去去疾避凶 有的人完全符合 有的人就很多人呢 就说他不是就很很大一批人 他完全符合那个 周路神数的原理应用 他的手机号码 但是他依然还不好 为什么呢 就是有的人命运去疾避凶 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有些人呢 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所以我们不能神话一个号码 我们千万不要去神话他 你要神话他 你这个手机号码无所不能的 又能治病 又能干什么 什么都能干 你说这就 这就有点不太对劲了 你说对吧 所以那个 我们要清楚自己能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 要搞清楚 一个第一个原则 一个手机号码 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是不可能的 这叫迷信 第二我们改一个手机号码 是目的是去疾避凶 第三 我们的有我们的手机号码 完全符合我们的命运 但是我们的命运一旦 我们的财官运事业 各方面还一旦不好 你不要去赖手机号码 这不是手机号码的事 而是你的本身的命运的问题 所以有些人的命运能改变 有些人的命运改变不了 那说我风水厉害吧 对不对 那你把我房子改改 让我能发财 哪个大师来改改我家房子 让我能发财 对吧 我能能够发财 发多少程度 其实还是要看印材呢 你把印材给我改一改 有时是改不了的 对吧 洋宅有的 你就这个条件 你手里就个一百万 你说你能再买多少的风水 有些地方你买不着 买不着 你说我跟你看了这个风水 就能发财了 也发不了财 只能说是 在你的这个能力范围里 给你在那个 尽最大努力去去调 对吧 手机号码也是这样 当当你 当然了 你要专业从事手机号码 专门给别人说 去改变那个 呃 命运呀什么等等之类的 你可以稍微夸大一点 但是不要夸大其词 你夸大其词 那这就 这就设计的骗了 你稍微夸大一点 说手机号码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讲 我要跟你说明白 三观证就三条 啊 我跟你说我们三观要正确 三条必须要心里有数 第一 改变不了人的命运 你改名字也改不了一个人的命运 完全改变是不可能 但是我们可以 第二呢 我们可以去急避凶 急上加急 凶上 避凶 就可以了 目的就达到了一个手机号码的 就达到了 对吧 对 第三个 啊 要本身重视自己的 命运问题 有的 有的 有的号码 你可以改了他也没用 就是 改变不了他的命运 起不到了一个取疑必须的 那个作用 你可以用任意 像这种情况下 可以用任意号 或者还用原来的号 就可以了 不要去忽悠人家去 你去换个号吧 这是这是一个这个状况 然后呢 那个 目前的那个手机 电话号码也好 手机号码也好 QQ号也好 只要我们经常用 只要我们经常用 它会有 起到一定的影响的作用 它会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比如早年 QQ号 我是80后 我上大学99年 上那个大学 那个时间 腾讯刚开始吧 刚开始起步 我反正我用的QQ号 是在什么时间用的 是在2000年用的 99年还是 还是刚入学嘛 刚入学 我真正的运用 我真正的运用 是在2000年用的 我记得是2000年下半年吧 也就是大二 大二那一年 我记想中好像大二那一年 2000年的大二那一年的下半年 我去网吧 他申请了QQ号 一个是七位数的 一个是八位数的 是这样的 这是当初申请 这个号码的一个过程 因为当时那个年代 2000年 01年 02年 03年 04年 05年 包括微信出现之前吧 QQ在我们的生活中 已经离不开了 就比我们手机 生命都重要 所以当初的QQ号 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别人的QQ号 也可以断个1.3 是可以断的 后来呢 后来呢 因为我那时间买不起 你手机号码 我是在2003年吧 我就忘了 03年 好像我是2003年毕业之后 好像02年下半年 还是什么时间 我都忘记了太遥远了 02年下半年 我毕业之后 好像是03年 还是02年底啊 我毕业之后 拿了三个月的工资 那时间工资是 4000块钱 我第一份工作 工资是1800 那个时间 然后干了半年 然后到上海 找了第二份工作 是一直干到十几年吧 第二份工作 好像03年 03年 工资是4000块钱 我是1800的工资 拿了三个月 去买了一部 那个时间叫东信 什么手机 后来 换了诺基亚 第一部手机是东信 第二部手机是诺基亚 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手机走入了平常百姓家之后 我们你我所有人都买了起手机号 手机的时间 此时的手机号 此时我们的那个 手机号 开始对我们起到最非常严重的影响的作用 因为在那个手机号 在有手机之前 大家都用QQ号 手机呢 还是一个奢侈品 后来呢大家都买得起手机了之后 这个手机号码就开始影响到我们的一生 就用的时间越多 哎 彼此通信联系的越多 这个手机号码的作用越大 他对我们的影响 这个号码的影响就越大 你说不用 天天不用放在家睡大觉 那这个号码一点作用都没有 一点急凶的作用都没有 起有的人就好几个号 有的号是为了绑绑定宽带 整了一个手机号 那个号码也不用 那就没有用 不起到任何的作用 然后呢 那个 到了那个 微信年代 所以你的微信 到了微信之后 这个号码 就是QQ号就开始退役了 大家不用QQ号了 再用QQ号来断他的急凶 有时你断不准 你真的断不准 你用手机号呢 临时用有时准有时不准 用的时间越久 它的准确性越高 所以这个是手机号码出现 你后来的微信 微信出现之后呢 因为后面有一个微信号 微信号只能有一次机会 所以你改变人的命运 就是说你可以把那个号设置成符合你 设置成符合你命运要求的那个微信号 比如章 你写个章 后面是 你需要 四三个八 你四至五个八都行 没人管你 对吧 谁先占了 就是谁的 然后这是那个微信 微信的问题 然后手机号呢 因为我们改手机号的门槛非常低 你可以去在网上呀 很多量号的那个网站 你去改那个手机号 门槛非常低 你很容易找到一个 适合你的一个手机号码 但是呢 输入能量已经在中国已经流行了很多年了 有的人呢 为了去改一个手机号码 是花了八千一万或两万 这东西怎么说 我没法评价他 我要评价他 就涉嫌攻击 攻击人家 咱凭什么攻击人家呀 对吧 就是你的生活能力 你有钱 能花十万二十万 你去买个手机号码也是可以的 你没有钱嘛 你就对吧 你就低调一点 就是不用花那么多钱去买 用一个咱用来起的手机号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手机号呢 我们分为十一位 前三位是电信联通 移动 这三家供应商的不同的号 不同的那个公司 不同的号 我对我们来说呢 你无法改变 你选择移动了 那就136135 13137138139 对吧 连通呢 就130 对吧 186 连通的号 这是你无法改变的 中间四位数呢 是 可以改变的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 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不了 特别是三线四线城市 三线四线城市 它的区号 你看我们 我们打比方河南信仰吧 就是我家老家的河南信仰的 你说这个信仰呢 它区号叫0376 我们原来用了故隆电话 那就是0376打头 0376结尾就是你想改变这个0376很难 所以我们的电话 我们本地的电话呢 就是3760或者是0376 你无法改变 但是呢 北上广这种千万级的大城市 呃 它的中间的号段比较多 为什么呢 因为 你看我们后面四位最多一万个人用吧 9999个人用 对吧 你改一位 那就一万人 那四位 那就一亿 那个那个 5000 5000万人用 对吧 9000万人用 所以那像北上广这种千万级的就是 他至少他人口量有三四千万嘛 有三四千万的话 所以你的号段就要需要那么多 所以在北上广这种大超级大城市 它中间的选择概率是还是比较高的 就 概率是说中间四位选 四位数的选择是比较多的选择 而像我们的三线四线城市呢 中间的选择 你没法选择 我相信大多人都是三线四线城市 他都无法选择 所以中间四位数 我们在有些地方我们可以考虑它 在有些地方我们考虑不了 所以舍弃中间四位不用 我们关注的是后四位数 因为后四位数你有自主权 你有权利去选择 所以一定要重视后四位数的应用 和对着我们的八字的应用 我先讲一下这个我的 我的那个手机号怎么选的 因为中间四位数 就后四位数是对我们的命运造成重大影响的 就是一个影响的吧 一个手机号码 所以我重视后四位数的选择 首先呢我们一定要重视选择 首先选择是我们 八字里的三合 你八字里有三合 你就用那个三合 这是首先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 你八字里没有三合的情况下 选你年命的三合 其他的不考虑 选你年命的三合 你也可以不用 你你选年命的三合 因为数字它可以多样性 对吧 你不要选 号码 号段里面出现 充刻你田内功的 号段 就后四位数里面 不可以充刻你田内功 因为我们要求 比如你运在失火 对吧 你田内功 就在升级 田内功升级 你八 有八 对不对 有八了 八是什么 八是你的财博工 和 那个 和你的那个 子女工 我们的 我们的 你可以 你看我的手机号 七八 我是 运在失火 运在失火的话 那田内功就为二 就为二 所以八 八就容易充 田内功 八容易充田内功 就不好 我们需要 其实我这个号 我是没得选择 我是没办法 我才用了八 如果有更多的选择的话 绝对不会用八 所以因为 有八 虽然财线了 但是充了我田内功 我田内功 有二 有七二五四 比如七二五四 因为当时没找到七二五四 这七二五四就不错了 因为七二五四 田内功 田内功二 没有受到充克 所以 我们用了 用七二五四不错 田内功是不可以受到充克的 这是首先 明白了一点 如果 运在成土的话 运在成土的话 你的田内功在未土 就不可以有八 有一 二 一 四 就可以了 一二四 一二四 才运在成土 你可以五 五 这个零 就是五 五 和零 是我们调节的 调节我们的手机号的 就是说 调阴阳的 五和零 它没有急凶 五和零没有急凶 在速度能量里面 认为零是一个不急的 什么延迟 什么之类的 在我这里 没有这个看法 和没有这个想法 没有这一说 零就代表人际关系 五就代表人脉 五就代表人脉 五就代表天使 零就代表人脉 OK 那 它的调节 比如你运在成 结果也说是四吧 那 二 一 对吧 你说 想运在成 你可以用五 五到时候第三位定阴阳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五来定这个阴阳 如果说运在那个零 运在四火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号 你可以用零 嗯 调节这个这个运功的阴阳 都可以的 还可以调节星辰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星辰 二一四 对吧 五星在五在这儿的话 那你的中公就是一星 就是就是五星 对吧 你要是 你要是零的话 中公就是九星 就看你需不需要这个九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选择号 手中 你说非常简单 没那么复杂 手中你八字里有没有三合 有三合就用就用你八字里的三合句 没有三合的话就用什么 没有三合的话就用你年命的三合 当初我我运不适合在这儿 运在有金 我可以用七八 因为我是新有年的 我是新有年的 但是我不适合用运在有金 为什么呢 因为我年命新有天歌地中千一块 一公 容易出发生车祸 容易发生车祸 所以千一公被嗑 容易发生车祸 我不能说我发生意外呀 小 你天天开车 你说小嗑小盼 你也麻烦呢 因为车刮了碰了 你要跑到4S4店 虽然能报销 但车你要放到4S店 放一两天吧 挺麻烦的 所以 那个运在那个 我就不适合运在有金 所以要保证 你天天 你出现的数字后 数字里面 你天天工 可以限 但是不可以限子女工 不可以被冲的 所以 我是选择运在失火 运在失火 心有年 心有为我的事业 是我的事业工 有七 七线了 八是我的财工 五是天时 然后 心有天歌地中 我的配偶工 我和我老婆之间没有关系 就是我把子里面没有什么相害的 没有什么的 所以我的婚姻不会出问题 我老婆又我老婆的八字 对吧 所以不会对我的婚姻造成影响 只是说是 我和老婆的关系比较紧张 因为天歌地中配偶工 就称之为客妻吧 有点客妻 但是我平常注意一下 那我回去 我在家里 我吃饭我不挑 你做什么饭 我吃什么饭 我从来不说 这个饭不好吃 那个饭不好吃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家里有什么 我弄什么 我吃什么 从来不挑死 所以我要自己心有数 用了这个号之后 用了这个号之后 就要和家里 就和老婆的关系 你不能那个的 老是去骂老婆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你要保持一定的那个 然后呢 这里面有四个零 因为四个零 一定是北京号 用四个零 四个零 主人际关系 我们搞周易的 对吧 就要零多 零多才那个 零多人才多嘛 人际关系才多嘛 所以我要的就是零多 但是周易的号码 搞周易的人呢 后四位呢 不适合很连续的 说四个四 四个八 四个连续四位数 这为什么不适合吧 因为你的后四位数 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越多 比如四 比如五吧 五 俩五 三个五 前面什么什么数 三个五 对不对 搞周易的人 我们重在什么 人际关系 你五多的话 就比较强势 你六多了也强势 二多了还强势 就算只要你尾数 因为我们是用尾数 起运 所以尾数和尾数数 相同的 越多 你越强势 越多你越强势 那你 你要找你看个事 你把他给怼走了 骂走了 谁给你钱呢 所以专业从事周易的 专业开拐算光的人 你千万别用连号 就是这个后面和尾数 相同的数字 越少越好 你越多 你越强势 你越牛逼 你越牛逼 那就是 到嘴的鸭子 就可能飞了 那凭啥找你啊 对吧 我们还说 不打笑脸人嘛 对吧 你说话就强势 人家听了就不舒服 你是人家花钱 是在你这买服务 对吧 所以你要把人家当成个客户的样子 所以大家搞服务行业的 或者怎么样的 不适合尾数相同的数字太多 所以我们选号一个原则 第一 选号一个原则 第一是 八字里面有三合 优先用八字的三合 第二 八字没有三合 用年命的三合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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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点 第三点 是 填摘工不可以有冲客 第四点 千余工不可以有冲客 这边有冲客 特别是天克地冲 不是天克地冲 没事 不用担心 指的是天克地冲 填摘工任何冲客 都不是特别完美 天天工的任何冲客 都不是特别完美 所以记住这一点 比如13 就是现在那个 速度能量的 速度能量的1349吧 好像 我看看 我想想 1349好像在速度能量 啊 那个天一 生 那个 延年金 然后 呃 天一土 对吧 这是有钱的号 对吧 那我们在我们看来 运载无火吗 运载无火的人 四 四 四为老婆 对吧 感情比较 感情 不是特别好 嗯 就可以说两个老公 或两个老婆 对吧 或者是 曾经有好几段感情 三呢 为子女工 子女工陷了 不是充田内工了吗 所以他不是一个 非常好的号码 呃 运呢 为一心 一心呢 为什么 一心为千 一为水 水克就无火 只一九交战 一九交战呢 就是怀才无欲 你的任何想法 就得不到别人的认可 然后 这天台工有精 尤其是 谁用的最严重啊 谁用的最严重啊 尤其是丁茂年的人 用的非常的不好 任何 只要数兔的 都不是特别好 有一个好的 不是我说太决利了啊 有一个好的 是鸡茂年的人用 用这个号好 因为年年名是鸡茂 鸡茂呢 就生那个酉金 只有这一个好 其他都不好 只有几茂年的人好 丁茂是最不好 就是三 这是几大 选择号几大原则 我再重复一遍 大家继续 能够理解 第一 年名的 第一是 拔子里有三合 优先用拔子的三合 第二 拔子没有三合 用年名的三合 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 田帝宫不可以有充客 除非生客 就除非像类似于吉卯这种类型的 生住田帝宫 有金 是可以的 除非这种状况 其他的一概不能用 就是说你的拔子 像这种 一三 你三就不可以限 然后 第四个 千一宫不可以有充客 千一宫不可以有充客 如果是相生的 当然是 如果你是数 耕五年的 九零年的 如果九零年的 你可以用 那个充客千一 没问题 特别是五五年的 是最差的 这是七六七七七八年的 七八年的人 用主要号为九的 非常最不好 其他的都不行 只有一个跟五 可以 这是十大原则 手机号码选择 就这么简单 其他的不用考虑这么多 考虑这么多的话 我们的手机号 没法选择了 好 我们回过去了 再再回到这里 一个手机号码的判断 OK 我们选择一 运在止水 运在止水的情况下 他的千一宫俩九 对吧 两个九的话 这是一个南京那位师兄的一个号 这南京那位师兄的一个号 前面几位我都把他省去了 要不然的话 大家知道他的号不太合适 我指后面 后面六位吧 一 为止水 五火陷了 五火陷了就是说 就意味着什么意思啊 我克着我所求 对吧 这个人是非常想有一番作为 想破气的 想做一点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就一九嘛 一九冲 OK 并且两个五火 所以他每次做什么事呢 都有多种选择 或者是多个选择 这个号呢 还有了个三 看我们一个三 三呢 田田工陷了 所以这个人只要田田工陷了 我们有时可以断 断他有一套房子 有时你断了房子不对 不准 就凭你的经验来说 就是说是 三陷了 说明家庭经济条件还是可以的 然后呢 有零 零为人脉 为多 对吧 所以说明呢 他家里的房子 可能是比较多套 即使没有多套 说明固定资产还是可以的 多 这是一个像 就是从他这个手机号码就断出来这些东西 就断完了手机号码 然后呢 那我们运在 我们再说的其他事呢 运在止水 运在止水 它是鬼害年的 年命不是用上了 年命 OK 年命鬼害 这一点一个支点啊 鬼害陷了 你就当卯木也陷了 你就当卫土也陷了 卯木的天干是用五虎盾来盾 卫土的天干也用五虎盾来盾 物贵为人 就物贵 人贵 甲 物贵为甲为头 甲乙 这就是乙卯 冰丁 物极 这是极卫 OK 根据这鬼害年 是什么特性呢 田天宫陷了 田天宫天干一气 说明家里 你看家里没有受到什么充客 所以他家里经济条件还是可以的 还是比较平安的 脊胃呢 是什么 疾病工 疾病工陷了 所以断他有肠肺病 肠道不好 未来呢 随着年纪增长 随着年纪增长 他的火 就容易有血液病 高血压 就出来了 有人说不知道五虎顿 你要不知道五虎顿 周一别学了 放弃 或者是你摆读一下 自己查五虎顿是什么意思 所以断了他这个 OK 有鬼害现了 就有另外一个问题 鬼害和神经相害 鬼害和神经相害 说明什么呢 你会花很多很多的冤枉钱 这就是鬼害相害 所造成的 后果 OK 那当初我还断了一个 因为鬼害 天克地充 交友工 我说你一定有朋友 人没了 因为有构成 意外没的 这反馈对的 非常要好的一个战友 人没了 对 这就是说是根据相害 根据交友 那还有一个害水生 生谁呀 害水生那个福德工 害水生福德工 说明福德工代表什么 领导 你说你多得领导 你就会多得领导之助 或者是你有信仰 你信仰是 对吧 因为搞周围谁没信仰 所以容易有信仰 OK 这就是说是 这个害水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就当乙卯也现了 我们当乙卯也现了 OK 乙卯现了是什么 什么状况 乙卯客观了工 对吧 你事业压力就比较大 你事业就容易不顺 人家领导有什么故意找女孩 或者是同事 所以你工作就不顺 对吧 乙卯充子女 他跟我说 乙卯充子女 他对他来说的信息 什么信息啊 刚开始 刚结婚那会儿呢 不容易怀孕 后来呢 去求怀孕了 是这种状况 所以乙卯克制 但是没问题 我不是 现代社会 对他是这种状况 但我相信 对大多人说怀孕生子 都没什么问题 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是 一个bug 它不是一个bug 然后呢 卯须相合 对吧 这就代表了和老婆的关系 不是特别好 他老婆 他老婆处处压制着他 他还心里不服气 但表面上还挺听话 这是莽莽 以莽 OK 然后几位 几位呢 对无伙 对无伙 牵以为四处 那无为何 就四处想 四处跑 他就天天出差 那几位有 那个 冲父 冲父 冲父亲 冲父亲 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 克父 他有克父的像 他有克父的像 因为积水克那个 丑里面的水 并不是把父亲克没了 只是说让父亲做事呢 有点 他就会激起 因为水克未土 所以我克着我所求 是激起父亲的斗志 让父亲有动力去奋斗啊 也好 还是做事情也好 但是 天干是克 老是做不到位 老是做的事不完美 还有学习 对吧 他有些东西就学不到位 心里的那个东西 他老是怎么说呢 学的不是特别好 这就是说一个鬼害 有核有冲有害 带来了三个地址 对他这个手机号码所造成的影响 OK 然后呢 这是鬼害有了 然后 我们就再看看 刮起走向 刮起走向 一心在中 一心在中呢 我们也知道 我们原来讲过 一心在中 就运在中 那人就比较自我 人就比较自我的话 他就是 就比较倦 不轻而易举的去听取别人的意见 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就是人比较自我 你刚才说的 那指挥犯害 其实他做事情呢 并不是特别顺 容易也容易犯小人 比较累 他指挥犯害的意思 所以一心在中呢 你本身这个这个在砍弓 也容易犯小人 口舌 对吧 所以人呢 就比较自我 但是这个人是懂得中庸之道的 因为在砍弓 这人的自尊性比较强 有六心 自尊性比较强 六心为什么 为老婆 所以这个人呢 就比较容易听老婆的 比较容易听老婆的意见 也有老婆老大 他老二 老婆为大王 这就是六心所带来的这个变化 这个二呢 二心为什么 疾病功 和财功 是什么意思呢 二心 所以 我就断 从这个二心在兄弟功 我就断 他容易有遗传性的病 并且疾病功有七心 我说你儿子也有遗传性的病 子女吗 然后呢二心为财 所以他老婆 掌管了他的财政大权 像这种呢八心 对吧 八心为什么 八心福德 福德为信仰 所以在家里容易啊 像这种状况很容易有供奉 家里供了一个什么神仙 很容易有 而世心 福德父母功为世心 就是世心 世心呢为观众功 所以他容易 要么他的职位也好 或者岗位也好 是 他父亲帮忙 或者是他 他所在当地的领导 或者家族给他安排的 要么他既能继承家产 九心在迁移 九心在观众功 说明呢迁移 所以他的工作呢 就是世处东南西北的跑 这里面就有个风险 构成不在这 不在迁移啊 藤蛇有藤蛇有迁移 他容易有惊吓 未必一定发生 以五行深刻为准 所以有藤蛇之士 藤蛇主惊吓 突然之间碰一下 惊吓 这叫称之为惊吓 所以这个挂呢 挂一走向 就这么看的 我们歇一会儿 回头再讲下面一个案例